星級卵靜 看回廣告近兩個星期升幅非常之強勢 單邊上升超過2000點左右 看回查北水回來之後 恆生指數仍然偏向強勢 看到ATM、匯豐等等股份都高為賠回饭 相信短線來說食糊盤會浮現 但大方向來說 隨著成家的增長和國家出國策 雖然對科網股份會特別利好 今天星期為大家帶來這個3690美團點評的好倉 見到它由低位反彈已經差不多一倍 最近在170元這個位置是一個整固格局 如果駁它將來一個終極一星在這個星期出現的話 可以超短算考慮10%價外的call 萬一它回調5%就做一個止選動作 看回5月份指數方面是比較快的 短短三個假日 行走的波段性已經超過1000點了 所以接下來的波幅都會大起大跌 投資者入場的時候最重要是快肯進捲實 港股走勢是18500元 初步遇到少許阻力 但調整的壓力暫時看回星期一的表現都不算大 跟進炮遮短線繼續看好港股的表現 加上未來的ATM下個星期之後就揭開業績期的聚幕了 如果繼續看好美團的話可以留意我們升佔的 那隻美團的call 21478 21478這隻美團的call 行使價在135元附近 大概一成二家外的 年期就去到下年的2月份才到期 2025年的2月 都適合中線去部署月跡的 槓桿大概3.5倍 如果以昨晚大概120元的心理關口券過的位置來計的話 21478對應的論價大概是一毫八仙 假設持貨一個星期 隱身波幅不便和時間值的話 假設升到一成去到132元這個上升的參考價的話 對應21478這隻call 的價錢 可以去到兩毫四千三 潛在的升幅都超過三成